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河马拔牙 河马冲完凉 刚刚在水上伸个头出来 一阵冷风吹了到她的大嘴巴 痛得她掩着大嘴巴 起来吵 原来河马一只牙注了 有个大嘴巴 冷风一吹就痛得她什么样 哎哟 哎哟 河马在叫 谁帮帮我拔了我的烂牙 让我帮你 旁蟹游过来 她是河里头很有名的拔牙大夫 她那两把大鉗都不知道多厉害 旁蟹大夫找了一条树枝 把河马的大嘴掐开了 她嘴里头吐着泡泡 吩咐河马说 等一会儿拔一会儿 你千万不要合上嘴巴 把我吞到你的肚子 嗯嗯 河马硬着头皮 准备忍住拔牙的疼痛 开始拔牙了 旁蟹大夫的一只大鉗 紧紧地掀着河马的坏牙 拔呀拔 拔呀拔 哎呀 为什么拔不动呢 痛得河马呢 就唯有在鼻孔那里揣着粗气 她叫又不敢叫 这阵子惊动了好心的奶虾猫 奶虾猫跳了入河马的嘴里头 啊 我有最好的麻药 禅秀 只见她一用力 嘻 嘻嘻嘻嘻的皮肤里头 就分泌出一种 好像一滴滴牛奶的汁水 那 将这些东西塗在牙的周围 就可以止痛的了 黎虾猫一边说就一边塗起上来 哈哈 这次拔牙的时候 河马真的不痛了 旁蟹大夫就用足力气地 咔嚓拔 咦 河马的牙齿真的结实了 动都不动 黎虾猫立刻跳入水里 叫大旁蟹一家来 连她老婆 老婆、儿子、女儿 全部都叫上来帮忙 他们排成一串 一起吊在河马的牙上 拔呀拔 拔呀拔 加油 加油 黎虾猫又在这儿叫了 哎呀 为什么拔不了 急得旁蟹大夫 一直在吐泡泡 旁蟹大夫就对河马说了 唉 我还没试过拔 像你这么大的牙齿 看来你的牙筋很深 要先将四周围的牙肉 作松了才容易拔了 不过请谁来帮你作松牙肉呢 黎虾猫就说了 嗯 等我去请剁木鸟来帮忙才行 嘟 嘟 嘟 剁木鸟就按照旁蟹大夫的要求 把牙齿四周围作松了 一 二 三 拔 黎虾猫又叫了 嘟 旁蟹大夫 突然把河马那只坏牙拔了下来 河马又想哭又想笑 叹了一口气就说 哎呀 想不到拔牙都这么麻烦 旁蟹大夫就说了 谁叫你不说卫生 不拆牙才行 他将拔下来的坏牙 拿给河马看 嘟 嘟 垃牙上边有一个很大的窟窿 河马觉得很委屈 掩着大嘴巴 在暗暗沉沉就说了 我 我虱虱有狼口 是呀 河马真的很爱清洁 整天都用水来浪去那个大嘴巴 啊 只是浪口就哪里可以 旁蟹大夫指着牙齿上边的牙洞就说 你吃完东西之后 留下的渣渣和细菌在牙上边黏得很实的 只有牙刷才可以将它们拆掉 不拆掉 那些细菌就会分泌一种酸 会蛀烂那些牙的嘛 河马就嘟嘟声地说 嗯 不过我哪里有牙刷 我 我可以帮你的 原来小鲤鱼游了过来 它游了入河马的大嘴巴里头 用尾巴联巧地在河马的牙上边擦来擦去 擦了一会儿 河马就不耐烦地说了 哎呦 快点擦 快点擦啦 我的嘴呀 擦得烟了 不行不行 要仔仔仔仔 认认真真地擦 河马大夫在旁边说 小鲤鱼就轻轻地对河马说 我们要听大夫的话 你看小鲤鱼它擦得多认真 擦完了上牙又擦下牙 上牙向下擦 下牙向上擦 里里外外全部都擦到 还有牙啦 牙啦 旁海大夫就在旁边说 嗯 知道啦 小鲤鱼把牙喇里边的渣渣都擦掉了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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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